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Pixels最新一期的节目,我是曲法师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两个Photoshop中修眼睛的方法 使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明亮有光泽 从而使人物呢在照片中显得更加的pop 那这两个方法呢我们认为是很简单很好操作的 我们会选两张我们的往期照片来进行示范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现在我们呢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它的光线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它的光呢很明亮均匀 可以看到它人的眼睛也几乎都是可以完全看到的 那我想要做的呢在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想要让它的眼睛呢更加的明亮更加的突出 使整个人物呢看起来也更加的pop更加的有神 那对这张照片呢我要用的第一个方法呢是曲线 那我现在就开始了 首先从Adjustment Layer里选择曲线 当然你可以从涂层 新调整涂层 然后曲线这样来进行这一步的操作 那在操作之前呢我要说的两点是 首先我这张照片想要处理的部分就只是眼睛 我们所有focus的地方呢都在眼睛上 因为其他地方已经都是OK的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忽略只是看眼睛这一部分 第二个我想要说的呢是我想简单说一下这个曲线 那关于这条线呢我现在圈出来的这一部分 就是这个曲线的上半部分 它是highlight也就是负责调整高光的部分 那它的下半部分呢就是shadow是它的暗部 中间这部分呢是mid tone是中间调 那对这张照片人物的眼睛呢我首先想让它整体变得明亮一些 我就把mid tone调高 然后呢我想要增加眼睛暗的地方和亮的地方的对比度 使它看起来更突出 那我就要把shadow呢往下降 然后呢稍微提高它highlight的地方 好现在可以看到 对这张照片它眼睛的部分呢已经OK了 但是我们发现除了眼睛之外呢 它这张照片的其他地方也都受到了你刚才操作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到另一个东西就是蒙版了 那关于这个蒙版呢在这期节目里我不做太过于详细的解释 那如果有不知道朋友呢你可以顺着我的操作一步步走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要选中这个白色这部分就是它的蒙版 然后command加i 把它这个蒙版填黑 然后我们看一下填黑前的后的对比 就可以发现填黑之后呢你刚才所有的操作等于是被隐藏了 它其实呢就像是给你刚才操作的曲线涂层 加了一层像类似刮刮乐那样的涂料 把刚才你的操作隐藏 但是呢我们又想要让眼睛的这一部分呢凸显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眼睛这部分刮涂出来 那要怎么操作呢 就是选择画笔 然后注意是选择白色画笔 然后确定你是选在蒙版这上面的 然后就可以把眼睛涂出来了 就像这样 然后你可以发现就是眼睛这部分就已经出来了 但如果在你涂的过程中不小心像这样涂出去了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画笔再换成黑色 然后把你刚才涂错的地方擦掉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再给边缘稍微处理一下 那我们这一张照片的眼睛呢就处理完了 这过程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还是挺明显的 然后眼睛会更加明亮更加的突出一些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照片 就是这一张 那这张照片呢 它的光呢是侧面给光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的眼睛部分呢 不像刚才那张照片看起来那么的明显 它眼睛呢看起来比较黑比较暗一些 从而使整张照片呢看起来有一点诡异 比较没有精神 那我想做的操作呢 是我想让人物眼睛就是它对光有反射量的这部分呢 更加的明亮 加强它亮的这一部分 使眼睛更加的突出 也使人物更加的pop 使人物呢看起来更加的有精神一些 那在这张照片呢 我要使用的是另一个方法 那我现在就开始操作一下 首先新建一个空白的涂层 然后选择圆形套索 用这个圆形套索呢 选中人物瞳孔的区域 我们先从这只眼睛开始 选择 然后进行轻微的调整 好 现在人物的瞳孔呢就选择完毕了 但是我刚才前面也有说到 我们想给这张照片人物眼睛 让它加强更加明亮的地方呢 是它对光有反射的这一区域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黑的地方 包括红人这一部分 从选择中去掉 那我们要继续进行操作 选择套 选择矩形套索工具 然后hold住option键 可以发现鼠标旁边出现减号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操作了 要注意的是呢 你要持续的hold住这option键 来进行操作 然后选择上半部分黑的地方 就是你想要去掉的地方 大概这样 OK 然后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选择的呢 就是这小半圆 那我们要进行下一步操作 把中间黑色同人的部分去掉 那选择圆形套索 还是hold住option键 然后一直hold住 确定它的鼠标下面出现这个小减号 然后圈出你不想要的 这个黑色同人的区域 然后松开 好 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们选择的地方呢 就只是亮的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想要 想要进行调整的这一部分了 那我们下一步操作呢 是要把这一部分填充进去白色 所以呢 首先我们要把颜色选择成白色 然后是option加delete 来进行填充 好 现在可以发现呢 这个区域已经被填充白了 那我们还要对它进行 削微的调整 选中它旁边这个箭头的 然后出现了这样的方块 然后拉动它周围 这种小的方块 来对它的大小进行调整 让它稍微变得稍微小一点点 像这样就我觉得就是OK的 然后呢 也让它尽量避开 瞳孔边缘的这黑色的一小圈 好 这样就好了 我们可以按回车 然后Command D 取消选择 那现在呢 我们要处理的是要让它的边缘柔化 然后看起来边缘更柔和 更模糊一些 确定你选中你刚才操作的那个图层 然后选择滤镜 模糊 高丝模糊 然后竖直选择一个使它边缘柔化的竖直 我觉得这个竖直在4到6之间都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4.5 这个竖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 就是根据你这个情况自己来判断就可以 比如说像这样就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只剩下最后一步操作 就是来让它变量了 那还是确定你选中刚才操作的图层 然后混合模式里选择叠加 那这个混合模式呢 我以后会有节目来专门的讲一下 这里也不做过多的解释 好 现在我们发现它这一部分就已经变得 跟刚才很不一样了 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效果太过于生硬的话呢 我们可以调整图层的透明度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90%或80%这个样子 让它看起来更自然一些 那好了 这只眼睛的操作就完成了 看起来其实还是可以的吧 那现在我们要对另一只眼睛再做操作 那这只眼睛呢 它明亮的地方呢就只有下面这一小块 那我们也来对它进行同样的操作 还是先建一个空白的涂层 然后用圆形套索先选中整个瞳孔的区域 进行微调 然后呢还是要把它上半部分黑的这一部分全部去掉 那这次呢我们要用的是多边形套索工具 就是这个工具也是一样的hold住option键 然后选择你不想要的区域 现在留下呢就只有下半部分 那我们要再稍微操作一下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还有一部分黑色区域 其实是被选到里面的 然后hold住option键 再做一步操作把它去掉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是确定你选的是白色 然后option加delete填充颜色 我觉得这张 这半边眼睛它这个大小是可以不用调整 那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模糊的处理 然后command d取消选择 滤镜 模糊高丝模糊还是差不多的竖直 ok 然后确定你选中刚才的涂层 混合模式改为叠加 那好了 这一半边眼睛呢也已经完成了 同样的我们要降低这个涂层的透明度 让它看起来呢更自然 不这么生硬 好 现在我把刚才操作的两个涂层呢 搁到一个文件夹里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看看修前和修后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吧 而且这个方法呢相对也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张照片的操作呢也已经完成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呢 请你一定要给我们点赞 未来呢我们会做更多的类似的视频 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们也会积极的回复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